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科幻片全名超人汉考克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伙犯罪分子在大街上疯狂飙车 而我们的主角汉考克先生却醉得不省人事 路过的小男孩提醒汉考克该去抓犯人了 却被汉考克一顿凶 学问小孩的汉考克又顺便挑战了一把路过的女性 实在是有够渣 还没等酒醒 汉考克就嗖的一下上天了 酒醉的汉考克破坏力惊人 警车直接被他给弄翻 摩天大楼也被他弄坏 最终造成了高达900万的经济损失 警方对汉考克表示强烈不满 这个酒鬼超人比罪犯更像罪法 在酒馆喝酒的时候 汉考克被大波拉美女看上 两人来到汉考克的住所 来了一出火山撞地球的大战 但由于那方面能力太强 整个房间都被震动了 大波拉美女也被吓跑了 男二号雷是一家公司的公关经理 热衷于慈善工作 但是他的点子却不太受公司高管的待见 这天下班路上他被汽车堵在铁轨上 眼看却被驶来的火车碾 汉考克及时出现救下了雷 但是众人却纷纷纷指责汉考克处事鲁莽 就在众人围攻汉考克之时 雷却站了出来替汉考克说话 不管怎样是汉考克救了他 之后汉考克便和雷成了朋友 汉考克顺便将雷烧回了家 在那里他见到了雷的妻子玛丽 玛丽看他的眼神很不对劲 雷将汉考克留下来吃了晚饭 餐桌上的玛丽表现有点反常 之后雷又向汉考克提议 作为一个公关经理 他希望可以帮汉考克改善形象 孤独已久的汉考克 第一次遇到人类的差异 于是他决定接受雷的提 雷帮汉考克出了一个主意 他认为汉考克应该服从法庭的判决 去监狱里服刑 这样等到犯罪分子在外头兴风作浪的时候 人们就会开始想念汉考克 那个时候汉考克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形象了 汉考克按照雷的计划住进了监狱 但是雷告诉他法庭判了他八年刑期 汉考克一听气得立马打算越狱 雷一番嘴顿把他劝了回来 汉考克按计划继续在监狱中服刑 期间玛丽和儿子居然过来探望他 玛丽希望他不要辜负雷的一番努力 这让汉考克大受感动 他的表现也一天天好起来 过了没多久 汉考克的机会就来了 他接到通知 前去解决一伙 绑架了人质的银行解匪 换上新制服的汉考克整个人 简直脱胎换骨 他没有再像以前那样狂轰滥炸 他利用汽车掩护救下女警 接着同犯罪展开了对峙 犯罪口中一直嚷着混蛋 最后被汉考克一招秒杀 都说让别叫混蛋了嘛 完美解决这次危机后 汉考克从全民罪人变成全民偶像 庆功宴上 他同雷和玛丽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只知道从医院中醒来 之后就拥有了超能力 而之前的事情全部都不记得了 这些年来没有任何人来找过他 听到这里的玛丽 忍不住落了泪 玛丽这些怪异举都让汉考克动了情 他居然趁雷酒醉的时候吻了玛丽 却没想到 玛丽直接把他给扔了出来 玛丽居然也是个超人 第二天汉考克又来玛丽家找茬 为了解答汉考克的疑问 两人约好下午再见 之后玛丽来到汉考克家中 上来就直奔主题 问汉考克想不想做 汉考克一脸懵逼 哎这是想睡哥的意思吗 玛丽告诉汉考克 她是汉考克的妹妹 所以才拥有超能力 汉考克当然不行 当场就威胁玛丽要去向雷 告发玛丽的超人身份 玛丽一听就怒了 哎不带你这么玩的 最后两人在街头展开了一场大战 帮助的玛丽一言不合 就拿起油罐车朝汉考克砸去 汉考克挤回击 两人扭打在一块 没想到这一幕 全雷给看见了 大街让你这么搞我老婆过分了吧 回到家中 玛丽说说让人大跌眼镜的真相 汉考克竟然是玛丽以前的丈夫 只是汉考克忘记了 郁闷的汉考克来到便利店买酒 却碰到劫匪打劫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汉考克顺手戒绝了几个劫匪 没想到被劫匪大伤送进了医院 玛丽又一次过来探望他 这才明白了全部真相 原来同位超人的玛丽和汉考克 两人不能在一起 不然他们就会丧失超能力 所以玛丽才一直没去找他 在二人叙旧的时候 之前在监狱中被汉考克整过的几个犯人 前来找他报复 玛丽为了保护汉考克 被犯人击中 汉考克的超能力也逐渐消失 眼看就要被犯人杀死 又是雷及时站出了干掉了坏人 但是玛丽却因为身负重伤 而生命垂危 汉考克想起玛丽说的 两人不能在一块 于是他拖着重伤的身体 一步步远离玛丽 两人这才恢复了过来 最后玛丽又同雷 过起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而汉考克则继续履行着他 全民超人的角色 为世界带去和平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来点赞关注评论 让心情陪您一起拯救世界